在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过程中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是最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几代考古人潜心研究历史遗存 揭秘当时的社会和历史 考古学如何将中华文明归为西来的学说 不攻自破的 今天小新就来到了西南民族大学 邀请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王建华教授 接受中兴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王建华介绍 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 1962年夏奈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 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 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 及新中国确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 而这一提法也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 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 十几年间 中国的考古发现的资料 不断丰富 那么这其中 新世纪时代的遗址 就发现有三千多处 其中经过发掘的有一百多处 那么这样的一些资料 它分布于不同的地域 代表不同的文化因素 那么这些文化 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那需要有一些系统的 深入的一些研究 当时为了研究 我们所说的考古学资料 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所获取的资料都是食物资料 那么食物资料 它是一个物质共同体 它是由人创造的 所以它又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 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所说的考古学的 发掘的物质共同体 来揭示人类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在我们发现的 众多的考古学资料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地域 不同时代 它的一些考古学文化的 共同的一些文化特征 就是我们所说的 考古学的物质的共同体 那么这样的一些共同体 它和特定的一些人群是有关联的 王建华表示 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 就会留下食物遗存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 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食物遗存 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 因此极大的扩展了历史空间 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从历史这个角度来说 它是一个长时段的系统的一个研究 那比如在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文史上 服饰上就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 不同的人群它的一些符号 那比如这个上面它有一些龙纹 有蝴蝶纹 有鸟纹 那在不同地域 它可能是独立起源的 那么但是在特定的区域 它可能就受到了 其他区域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影响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 这个物质的载体 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看到 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成的过程中不同人群之间 它们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一些证据 中华文化的西来说 那么这是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 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 那么当时提出这个观点 它有历史的一个原因 因为当时的中国的考古学的资料 它不是太丰富 那么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 那么目前我们知道 中国的不同地域的 我们的文化 它是独立起源 发展演化的 有自己的一个文化谱系 尤其是在这个史前时代 那么通过考古学的 百年考古学的研究成果 可以揭示中国的这个文化 文明是独立起源 延续发展的